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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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上一个上一集我们讲的那个library这次讲的是什么project对project讲的其实没那么多了这次那这个materialsense这些字没错都不用管他你比如说点个tops呃或者这样子对但是你要发现对呃就我们这开始吧你又看着对所有东西都会不是不是那个样所以通常是怎么样呢通常都是直接啊我比如说我上面啊我就大概这样拉一拉啊差不多这样子就可以了基本上这样子 那颜色上面就不贴了这次我故意用这个模式其实有原因的就是说就是为了他扔进来比较方便因为正常layer的话就而且看着有点小真实嘛因为我也懒得贴材质因为这个主要是教学嘛好的那个继续啊environment对吧environment里面比如说啊回去继续我们上次比如说我我说过用6的同学对吧你们你们只只要这样子啊我还是弄回去一个那个啊弄个底弄个底给你们吧好吧 然后弄个小黄色吧可以吧小黄啊他的微信一直想非常的抱歉啊继续啊比如说这个小黄色对吧小黄色以后我弄一个比较那个大这样子弄这个吧好吧但是这次我比如说我弄好了那非常亮非常其实这颜色有点小毒的 然后environment这里的话你会看到对他是这个代表什么一个光灯光点就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下面代表代表着他的是什么一个粉色所以你会看到这也是两块这样子那这个adjustment这些要不要打开不用的transform没错也是不用的你要知道东东东东西在这块里面只有两个一个是什么color对为什么呢不对白底啊红底呢可以的没问题但通常就是一个白底然后还有第二个阴影关掉对为什么呢 当你选一个正式图或者这样测试图的时候你需要把它关掉基本上就这样子而已其他的没有别的了lighting呢呃可以这样子直接叫你们一个简单出发比如说你看下是这是不是有一个噪点就黑色黑黑这个渲染的时候最忌讳就是这个东西了那这个东西你们怎么样把它弄走了通常直接点这个jewelry对但这个选起来比较慢呃然后那个反应就是那个呃lighting preset就是说他反正 反正就是一个灯光模式你想这个他这个就没有这个噪点了就很简单这个最快的一个方法因为反正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所有东西最实用的最粗暴的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追求那么真实那么炫的一个效果对吧呃我觉得去学3dmax会比较好一点就不要学key show因为很多东西他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去那个呃呃实现的如果你说快快不起来现在给你们说这些基本上是我一两年内试过最快的一个方法 基本上找到比较快呃暂时还没找到呃这是针对一个产品设计上面的一个工呃产品设计工作这个这一块上面的好那个我们继续那通常的话就这个就可以了正常的performance mode就最简单这个要么你就jewelry对的然后呢那个这样子以后我们先把印给打印好像打开了吧呃奇怪apples performance mode奇怪了好像突然就没掉了那个音好吧我们不管他呃 呃那个下来比如说我们再我们再扔一遍吧那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了这种时候吧你要么就储存一下然后再重新把它那个呃再扔进来就好了好就储存一下然后重新再扔呗就对这样子再倒入就好了然后好的印又回来了就这样子反正就不用管他怎么样了好的那一个我们继续继续以后呢那通常那按照control那我们渲染按照control以后我渲染通常什么影子在后面往往那边往往我鼠边那边打 通常转的时候为什么要转灯光原因就在这灯光这里打进去看你需要哪边打过去你又转到哪就这么简单那你看到现在灯光在这块那我们回去一下爱对我要这块打就这样子那反正渲染的时候呃灯光怎么打用什么材质不是说那哪个好看就哪个反正你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个你要很清楚软件不是说什么高级建模低级建模而是说我要那个到一个怎么样表达我要表达什么样东西只要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观点啊然后再下来镜头的话这些全都不用管他是不是很简单很爽是的呃然后就只要拉到最底这个porspective呃这个就说这个是个镜头的那个直径大小那比如35是一个正常透视那你看100哎你看到对这个透视好像会更顺眼一点就更正常点更像一个肉眼看的那如果有些超夸张那种角度怎么办这种角度你们讲哎哎如果是建筑就这样你看 你看超夸张就这样就建筑经常会看得到的这种角度你看就这种如果是这里拉透视在这吗一个点在这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这样拉过去对吧那就那种透视感非常强那建筑说法经常用的对这个镜头通常你们要调个大小特别如果是现在这样子很像那如果你拿一个手把那这个比例会比较正常的对吧那如果你要拍那个什么你要选那一个fanside top就是正式测试那那肯定要怎么样我可能要再调200可能或者 呃300这样子300mm的一个这样子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很正整个感觉当然要把这阴影关掉你看到现在这一条线啊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你要知道功能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了是不是project结果还少一点比起library你又发现就这个会短很多对的因为其他的我认为呃你可以ps去补救就是说你ps能做尽量把这些最复杂的图图图片处理在ps上面因为这些是没有办法系统性生产的剩下细节比如说我这些 我这个灯光我要反射度多少你ps里面调吗或者你在这大概调一下就算了但是不要尽量不要把复杂的东西放在渲染上面因为渲染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就是说你是停止了你的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不要就是省这个力就是说呃把所有东西放在渲染上面重点是你这个产品上面不要放渲染真的那你渲染再好看也没有用你东西没有内容没有细节 那有些东西反正渲染渲染主要怎么样更方便你去表达而已记得这个这个原则如果是说你渲染的很高清什么的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这只是选的这套软件很牛逼而不是说你的设计很牛逼这个做的这个反正这个分界限你要分的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就渲染渲染各种高清或者我渲染多么漂亮呃就实话告诉我没有人看这个东西你打印出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只要不在屏幕看那些东西都看不见了 就很老实这么说对的好的那一个 key shot的时候主要功能还差一个只有动画动画讲完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那可能就我key shot打算就这样子结束了如果要加什么的你们后面再给我说我在重我在补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因为呃你们能选然后剩下的我觉得自己去玩就可以了对的好的那个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